吴贵君说,喜欢一个人,始于颜值,现于才华,忠于善良,久于人品。 人这一辈子,虽然有很多浮华闪亮的东西,但归根到底,看的却是人品。 好人品,是人生最大的底牌,坏德性,也是人生最大的隐患。 做人啊,可以精,但不能阴,因为过于算计,终究会是一场灾难。 在热播剧《完美伴侣》中,李玉算得上是个聪明人。 但之所以被工作伙伴接连否认,无法在职场上更进一步, 就是因为他太会算计,过于关注戏之末节,没把心思放在提升工作技能上。 竞争一个案子,他先关注的不是项目本身, 而是如何抓到对手的短板,破坏对手的进度,进而能减个漏。 接到一个案子,他的关注点也不在辅助项目规避风险上, 而总是想要钻政策的空子。 一两个案子可能还会显示出他所谓的能力, 但时间一长,大家也都明白了他是什么人, 不愿意把重要的项目交到他手上。 相反,他的竞争对手陈山是个不爱走捷径, 甚至是有些道德洁癖的人。 兢兢业业工作,踏踏实实做人, 不仅让他赢得了诚信律师的美誉, 还争取到一个个长期的合作伙伴。 一个人想获得成功,聪明必不可少, 但太过聪明,甚至变成了算计, 就会变成一场灾难。 《红楼梦》中有这么一句话, 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悟了轻轻性命。 这是因为,太过算计的人, 总以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 但算来算去,最终却算到了自己的头上, 断送了自己的退路。 俗话说得好,千算万算,不如天算。 毕竟,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称, 被算计过,终究会收回信任, 被欺骗过,自然会吸取教训。 真正的聪明人,往往最重视品性, 能做到以德取胜,以承待人,以礼服人。 看过这样一句话, 做人,可以精,但不能因。 所谓精,就是有办法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。 所谓因,就是喜欢背后搞小动作, 为了利益,总是做些损伤他人的事。 听过一个故事, 老杜小超市开的红火, 正在筹划扩大规模, 选择合适的供货商, 成了他的当务之急。 经朋友介绍, 有两个供货商都还不错, 选择哪一家让他犯了难。 深思熟虑后, 他决定让两家是供货三个月, 再做判断。 小王宫的货,品种多而且便宜, 小理工得货,品种精但是稍贵。 小王为了取得最终供货权, 隔三差五就会给老杜送点小礼物, 还说自己准备让最大的礼。 相比之下, 小礼就显得木讷了些, 只是在碰头会上出现那么一下。 但是最后, 老杜却还是选择了小礼。 小王有些纳闷, 找到老杜, 说, 老哥啊, 我这都让了最大的礼, 为什么你还选择内心礼的呢? 老杜说, 其实你心里该清楚, 把零期产品掺到正常产品里, 再便宜卖给我。 表面看着是我赚了, 但这不是砸我的牌子吗? 这话说得小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 古言说, 精乃智慧, 因乃邪恶。 为了取得供货权, 小王积极和客户搞好关系没有问题, 但他为了做成买卖, 不择手段就是损人不利己了。 人活一世, 可以精明, 但不能阴险, 可以圆滑, 但不能狡诈。 毕竟, 谁也不是傻子, 看事只看表面, 听话只听单边。 一肚子坏水, 早晚会葬送掉前程。 有好品格, 才能收获好风水。 人这辈子啊, 没什么都别没良心, 丢什么都别丢人品。 汪国真曾说, 枯萎的品格会把一切葬送掉。 相反, 好的人品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资本, 最强的靠山, 最硬的底牌。 曹德旺年轻的时候, 并不算顺遂, 到了三十多岁, 还在莆田的农场里帮工, 一个月也只能拿到四十块钱左右的工资。 但他却从没忘了要依着善良做事, 依着良心做人。 有天下午, 他在树下乘凉, 远远走过来, 一个人跟他借桶打水喝。 看着眼前的人, 因为长途跋涉, 快要中暑的样子, 曹德旺担心他喝了生水会生病, 就回到宿舍, 把泡好的凉茶拿给对方。 闲聊中, 曹德旺还知道了对方没吃饭, 就想着带对方回宿舍煮饭。 而对方也压根没客气, 还跟他点起了菜, 一瓶丹缝高粱酒, 一斤花生米和十个鸡蛋。 这对当时的曹德旺而言, 基本上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, 但他却二话没说, 答应了下来。 后来, 曹德旺才知道, 这人是另外一个农场的厂长, 因为他的热情和善良, 特意高薪聘他去自己的农场干活。 在那里的第一年, 曹德旺就拿到了一万元的工资, 第二年, 他靠着提成, 赚到了三万元, 第三年, 他居然攒到了六万元。 后来, 这也成了他的创业基金, 一路成为了中国第一, 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。 作家水木然说,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品决定一切的时代。 诚然, 一个人真正的资本, 不是美貌, 也不是金钱, 而是人品。 人品好的人, 遇事有人帮, 摔倒有人福。 曹德旺正是如此, 即使再落魄, 也没忘记要保持良善, 尽可能帮助他人。 正所谓爱出者爱返, 浮往者浮来。 好好经营人品, 就是在积攒福报。 当你不断修行好人品时, 好运就会如破土的种子般, 长成参天大树。 希腊诗人米南德说, 人品好的人, 自带光芒, 无论走到哪里, 总会熠熠生辉。 诚然, 人生到最后, 拼的就是人品。 好人品, 会积攒运势, 于无形中打开通向成功的道路。 坏德性, 会埋下隐患, 在点滴中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。 切记, 人这一辈子, 赢在人品, 输在算计。 闻莫点亮, 再看, 愿你攒下好人品, 收获好运气。 作者, 纳豆, 我在弹指尖环游地球, 个人, 四五页。 图片, 视觉中国。